第1军情作者 志松聚环球网报道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旅特·恰伍斯奥鲁23日敦促美国方面推动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,今年年底前完成撤离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基,恰伍斯奥鲁表示,不能继续拖延,这件事必须年底前完成,土美部队已经开始在曼比基联合巡逻,人民保护部队必须立即从那里撤走。 他说,当我们开始在有发拉底河东岸地区执行同样的路线图时,人民保护部队及护尔德公园党将在所有城市遭到驱逐,土方和美方今年5月达成一份路线图,据媒体披露。 那份协议规定,人民保护部队首先撤出曼比计,土军和美军,继而在这个城市联合巡逻,最终在当地设立行政机构。 现在,土方认为人民保护部队并未完全撤出,无疑,土耳其这是在公开谴责美国的说话不算数,同时,也是进一步施加压力,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做出一定让步,将其扶持的武装力量撤住关键区域。 人民保护部队,使库尔德公伦党的分支,和土耳其政府军,处于某种敌对态势。 此前,库尔德独立建国的企图,就让土耳其非常紧张,而其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。 当下,美图关系非常复杂,整体而言,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,土耳其紧盯沙特记者被害,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借此时与美国谈谈条件,但可能成效不是明显。 因此,土耳其一方面继续炒作记者被害案,给美国施加压力,另一方面,则是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,希望通过铁商几个问题,而不是撕破连,作为中东大国,并且有着辉煌的历史。 即便今天,土耳其力量依然不弱,此前,就曾公开击落俄罗斯战绩,非常强硬。 现在,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,已与美国离仙离德,开始倒向俄罗斯,但这个过程非常微妙,土耳其也是图通过的两个强国之间的斡旋,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但如今看来,难度不小,尤其是美国方面,紧紧抓住固尔的武装这个关键,让土耳其如梗在喉,非常难受。 土耳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多次出兵临国,对其进行军事打击,但效果不顺明显,而且处处受到撤肘,难以达到预期目标,无奈之下,政治协商也就成了身不由己的选择。 这次,土耳其再次强调年底的时间节点,虽然整体态度比较温和,但也算是向对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,并多了一个选择。 如果美国迟迟不肯履行承诺,那么,土耳其可能要自己动手。 在这个问题上,土耳其一贯坚决,主要是涉及土耳其核心利益,不得不慎重。 无论如何,土耳其绝对不会允许库尔德武装做大的。 此前,美国就以库尔德武装为抓手,试图对土耳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政治控制。 2016年还发生了尾碎军事政变,美国也被认为是幕后推手。 如今看来,这些举措是失败的。 土耳其保持住了最大的独立性,当然,美图关系的急剧恶化。 也就成了必然的代价。 长远来看,横根在美图之间的库尔德问题,极有可能导致美图彻底发联。 毕竟,美国特别依靠,特别需要这样的一支武装力量,而土耳其是绝不允许的。 所以,协商无果,甚至大打出手都有可能。 当然,美图可能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政治契机,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。 只是短期内不信是罢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和观点栏目。